大家都知道兰波基尼是跑车制造厂商 旗下的跑车数不胜数 就在前不久的时候兰波基尼才推出的SUV车型 请接着又推出兰波基尼四门轿跑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兰波基尼新推出的轿跑长什么样子 从视频中看兰波基尼轿车的设计 采用的还是加速式的前列 但由于这是一款轿车不是跑车 所以在离地间距上提高了不少 从之前过个减速带都要想想再过的距离 这轿车看着顺眼多了 这款轿车也解决了内部空间的问题 不仅内部空间看着宽裕很多 也能满足行李有地方放的位置了 在动力方面搭载的是V10汽油发动机 柴油发动机 以及混合动力这三种都可供消费者选择 马力输出可超过500匹 总之无论是从性能和操控 还是动力方面 妥妥的将跑车的配置放到这轿车上了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价格 据说这车国内售价300万 但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说是负担不起的 对此有许多网友表示说 看完这价格还是交给仲泰吧 但也有网友说千万别让仲泰看到 大家觉得仲泰会看不到吗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